各位大家午安 台北股市今天下跌47点 那成价量2270亿 在美国股市昨天因为俄乌又开打了 俄罗斯又重新 崩炸乌克兰 费半跌了3% 所以今天的表现来讲还算是差强人意啦 今天首盘是在17693 我跟各位报告的17692还是在中轴位置 不过今天成价量真的说的蛮厉害的 当然最早是清明节的快到了 在过去来讲的话 清明节都是一个变盘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如果说你在这一波有相对涨了比较多的个股 你就相对要先卖掉 我们今天做的就是这个动作 那接下来要怎么去看这个大盘 跟整个族群的转换的过程 马上为头就没有做解析 好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 今天跌了47点左右 那涨了 呃成价2270亿 这大概应该是在一年多的新低点了 那整体来讲的话 台北股市在这边来讲算是一个量缩整理的格局 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报告的 以目前来看台北股市这里来讲的话 如果说这里不能有效突破 这里就是一个短期的相对高点的位置 那目前呢 在整个关键中轴17692 第二天站上去了 不过量能 我说注意量能的变化 今天这个量能真的说的真的是蛮厉害的 好那外资今天我想在整体上 虽然昨天美国股市大跌 但是他这一波卖的非常多的股票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他在美国股市没有明显往下杀的过程当中 因为昨天虽然会半跌了3% 但是标普跟道琼来讲的话 表现的还算是可以 所以这里今天来讲的话 我想外资应该是站在卖方 尾盘应该是外资卖下来的 但是卖多少 以目前量能来讲应该是100亿以内 那如果说外资在这里没有积极的买超的过程 那整个台北股市要往上攻 确定有一些他的压力 所以今天来讲我们短线有获利的个股 我们就先卖出了 先卖出了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 我之前跟各位报告的金像店 2368的金像店 那这样一天我们买在77块 今天来讲的话 跌破五日线我们84.7元以上 我们就全数获利的卖出了 大概这一波赚了10% 那另外来讲的话 环球晶6488环球晶 那这一波来讲 我们其实赚了买639跟640的 今天来讲的话呢 我们在672 670以上也是获利卖出了 然后赚了5%左右 那之前跟各位报告的合户呢 其实今天来讲我37.9 卖出的部分我今天34.8就买回来 今天说34块左右吧 34块左右 那另外来讲的话 金顶来讲 我今天卖了2233 大概这三档个股来讲 就全部就是金顶没什么赚钱 但是也没什么赔 就是把资金收回来而已 那机箱店赚了10% 环球晶赚了5% 那接下来重新布局了 那接下来重新什么 比方的布局 那就是整体来讲 就是下个礼拜后的事情了 接下来放年价 所以这里来讲 你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大家的整个操作上来讲的话 相对的是比较保守 看量你就知道了 那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来讲的话 在昨天来讲的话 以会办来讲这个又破了 纳指这里也破了 所以说目前道琼 已经第二天站上去的中轴 标普已经早就站上去了 所以美国股市来讲的话 其实相对来讲 是算是中性偏多 中性偏多的格局 那这里来讲 你要可以留意一下 目前其实整体来讲的话 很多的事情 尤其台湾相关的 其实慢慢在增多 之前我们台湾股市来讲 我们面临的就是美国股市 在俄乌战是一个压力 跟FED的货币政策 但是最近来讲多了两个变数 一个就是我们台湾的本土疫情 其实真的是有在升温的现象 那当然就是从国外来讲 像上海昨天一天就增加6000多个病例 那如果说以香港来讲的话 其实之前也真的病例增加的非常多 那我们台湾如果说病例增加的过程当中 会如果去因应来讲 对整个政府的因应政策 对台北股市的影响 我觉得还是会有的 还是会有的 这是一个比较多的变数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清明节 然后过去来讲四天的清明节 过后来讲的话 都是一个季节的转折 季节的转折 但是转折往上往下 还是要看美国股市的表现如何 那第三个就是上海封城 如果上海封城 这里能不能顺利解封 到底能够封多久 这原则上都是一个相对一个变数 所以你可以看到出来 今天很多的像 整个我们看一下 先看我们的 刘董事长 台积电的刘董事长他讲了 其实目前来讲的话 对大陆封城的影响 其实已经影响到了整体来讲的话 对消费性电池的一个影响 但是呢 因为台积电本身 它是在一个高阶制程的部分 所以他觉得影响不大 但是我觉得不会这样看 你去想高阶制程 除了高速运算以外 HPC以外 其实你看很多的手机 苹果的S4 S5 都是在它的高阶制程在做 对不对 所以说那像 主机板的GPU CPU 很多都是在高阶制程做的 那中端产品 像显示卡 显示卡里面就是GPU 所以说你说对他没有影响吧 我是觉得他自己在讲而已 我觉得还是有影响 还是有影响 像今天来讲的话 像238的广达 又被外资调降平等 但是调降平等来讲的话 其实他今年获利的预估还能够估到7块钱 然后那本益笔大安会 做一个往下修正的一个动作 今天我想广达外资 我想应该还是会赞参卖方 那如果说你有广达的中长线持有没什么问题啦 这个只是一个短线的一个往下跌的过程当中而已 你也不用太害怕 你也不用太害怕 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就是说 以目前整体来讲的话呢 消费性电子 从昨天的莲花科到今天的广达 跟之前的晶圆代工 其实整体来讲的话都在消费性电子这边 其实都有被修正了 都有被修正了 那目前看出来的话 整体来讲整个就产业来讲 我看5G也中了嘛 对不对5G你看莲花科也是属于5G的嘛 那现在比较好的就好像只有剩下一个什么第三代半导体啦 或是电动车这个族群 那这个族群来讲的话呢 其实本益比相对的就比较高 相对的比较高 那最近来讲的话就特用化学的部分 不管是农阳也好 或是说什么珊瑚化工也好 其实股价都涨了蛮多的 那最近也开始走一个震荡的行情 所以很多这波走的相对不错的个股呢 其实投资朋友你要特别留一下 比如说8069的元态 今天反而股价6.8左右 今天股价还算走的相当不错 但是你看已经开始流上影线了 已经流上影线 量大流上影线了 在这里来讲本益比已经大于30倍了 这里这种个股来讲的话 我会建议你的话 你有的话至少也先获利一半再输 你今天这一波能买到元态的 真的也是非常的厉害 因为这种本益比真的拉得非常的高 你可以看得出来是投信的一个杰作 是投信的一个杰作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整个电子股来讲 可以看得出来相对真的是偏弱了 那最近真的会再涨的就是金融股 真的讲实话 金融股来讲的话 一般投资人大概是不会去做金融股了 你看这种华兰第一金这种个股来讲 你看这一波也从24块多 也涨到你看从24涨到这边涨到28块 涨破绽获利如果说从这边开始算的话 你看这25块到28块 3块钱来讲也涨了10几% 这对来讲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一个表现了 像2892 像2880 这些你看涨的都在这个个股上面 涨的都在这个个股上面都涨了10几% 所以说在这一波来讲的话 就是这一波的指数能够撑得住来讲的话 金融股是最大的工程 那金融股呢你不能看受险 你要看了要看纯银行股 那当然来讲的话就是外资的力量 你看这外资都是外资拱上来的 大概就是外资拱上来的 那当然一般投资朋友 我想你应该不会去做三商银 不会讲说三商银 你今天老师说他三商银有买 那当然是拿证据有可能有卖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 除非你是定期定额的 不然你三商银来讲 我们都知道说接下来银行来讲的话 升息对银行当然是有利 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 今年银行的获利的部分 绝对不会比去年好 因为很多银行去年涨 投资的收益非常的多 你今年光靠整个利差来讲的话 为赚赢去年来讲的话 机会不会太大 所以说这波的金融股在往上涨呢 如果说你有要特别留一下 外资的一个买卖的部分 外资只要他站在卖方的话 你持股一定要先卖掉 一定要先卖掉 不然这种股票一跌下来的话 也是跌的很快 我比如说好了以目前 以本益比来讲 华兰金你看去年才赚多少钱 我们看一下去年才赚1块3 涨到24块 那本益比才已经几倍了 16-17倍 多过多少的电子股 对不对 那这一次来讲因为 外资的整个避险的买盘进去 让股价这样持续往上大涨 那你这一波来讲一定要注意一下卖方 要注意一下卖方 卖点在哪边 那卖点很简单就看外资 什么时候卖你就跟着卖就好了 今天其实最常就在这里而已 现在个股来讲 其实没什么好讲的 讲实在话 那今天的股票真的 目前今天跌的来讲 真的还跌的蛮多的 蛮多的 好那昨天阳明华说 今天讲阳明华说 那当然今天讲的展望来讲 昨天讲的还算不差 比如说展望 看好大陆疫后出货潮 二物战后 重建物资与 民生必用品 包信需求 带动第二季的 因为货量 运价会访谈回升 那第三季版 就欧美的传统旺季 会继续旺 所以全年营运不会差 那二物战事来讲 这没人看得准 这讲到这没人看得准 大陆疫情来讲 目前上海 在半导体 电子业 厂商封城 停工或封闭生产 靠之前存货继续出货 那阳明等传公司 也将运能转往大陆 华南及日韩等国家地区 适度补促大陆市场的缺口 那美西产牌来讲 他觉得应该是不会罢工 因为政府会出来干预 就是政府来干预 所以昨天 其实阳明德华说 其实整体来讲的话 讲的还是相对正面 讲的是真的相对正面 但是今天的股价表现还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今天来讲 法人最新的预估 那阳明昨天办法说 你都不预估 阳明买进还是买进 建议考量 盈利动能维持高档 预估第一季来讲 EPS 16.05元 那已经估到EPS 第一季16.05元了 那你看你要不要相信 对不对 那现在要估的 昨天法说后 你要马上估出来的 尽管短期运价 受到乌俄战争 中国地区疫情 忽然的影响 上海集中商报价 连续10个礼拜的回跌 那统计 SCFI报价 从第一季 今年第一季 已经下跌 13.2% 大致符合 传统性淡季的回挡幅度 因为接下来4月开始 就是要开始忘记了 第一季来讲 本来就是货柜的一个淡季 那刚好有遇到了封城 又刚好遇到俄乌战争 所以说其实他们这样子看的话 整个修正的幅度只有13.2%来讲的话 其实看起来还是相对的正面 相对的正面 那看好战争告终 战后民间物资跟重建需求 将带动货柜需求回温 那研判在第二季开始的运价 就会开始回温了 就开始往上升了 带动营运俱旺 那美西线将具支撑 第四个就是 美洲线长约换约价格至少翻倍调涨 所以扬明美洲线营收重是三成左右 那美洲线长约换约将依注 5月后的营运的表现 所以说今年预估扬明的税后EBA是 66.29元 66.29元 当然他买进 目标价当然就没有跟各位报告了 我后面讲而已 那以目前来讲 扬明你到底要怎么去看 今天来讲的话 你看量已经缩到一个三万四千多张了 每次扬明量缩的时候 你看这里 这还七万多张的 你看这三万张这里 涨第一波上去又量缩 那这次修正以后开始量缩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你看这至少这个季线 有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支撑 然后这个季线 这一波最低就达到季线的位置 那佩息20块 那佩息来讲说佩息还要填息 那如果再赚60几块会不会填息 那现在来讲的话 法人其实还是站在卖方 你可以看得出来 反正现在对这种货柜股来讲 都不会青睐 都不会青睐 为什么会在这边呢 其实应该说 其实大家对这今年的整个景气来讲 还是对货柜这一块来讲 很多的法人目前还是顾不准 你看整个投信的动作 你就很清楚了 你看投信几乎是买在高点卖在低点的位置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真的不知道 讲实在话 我真的不知道 你说卖嘛 也没有把股价卖下来 很难听一点 你说这里卖 卖到这里而已 你看他一直卖 但是他买这边 对 常常买这里 卖这里 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 反正钱不是他的 但是你如果说货柜来讲 本身你不能这样操作 你要买在低档 我要买在低档 要跟你讲你要买在 大家看到就看到 现行烂得要死的时候去买 但是呢 法人的操作 他们原厂就是看现行漂亮的时候 才去追高啊 比如说1708冬减 对不对 昨天 今天尾盘又上了点下来 那当然实现还没破了 你看他这一坡买在这里 买在这一根 你看昨天 他不敢动吗 你看后来也不敢动吗 对不对 你怎么不能买一天 我昨天在这里有时候跟各位报告说 就我头信来讲 他绝对不会在昨天买 虽然昨天震了9万多张 杀到跌天板的位置 那今天来讲还是在震 那整个现行破坏了没有 还没破坏吗 还没破坏吗 你说他才买第一天 在第三天就全部卖掉 他基本面他怎么交代 你完全就是看短做短而已啊 不可能在大 就是在大跌他也不可能卖 他一定要一段期间 他一定要一段期间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最近其实像这种个股 你说整个股价其实已经走完了吗 其实当然还未必 未必 但市场都可能就 卖在一个所谓的 你当北比低的时候就是要卖 北比高的时候就是要买 你说东减是不是景气循环股 当然也算是 贾回的部分 那昨天我跟报告了吗 其实贾回怎么可能 要被白俄罗斯一管制 或俄罗斯一管制 马上就开放了 怎么可能 结果昨天呢 一开说又又开始打仗 今天一开门就往上走 但是现在来讲 你看今天算是一个开高走低 为什么你看 尾盘将击杀 为什么击杀 又传说4月1号 又要开始和谈了 对不对 明天嘛 明天4月1号嘛 乌克兰讲说又要和谈了 盘中这样传出来的 你看尾盘就杀下来 所以你看那种个股来讲 就等于说 随着战争讯息的影响 那你如果你这样做的过程 你怎么可能去做转线 你今天去追告在这里 卖在这里 你怎么办 就不需要这样操作 你就找一个点 你如果你认同他今年6块钱 你就准备在这附近 看能不能再回到10线 因为这一波他10线是最终的 整个线型架构 还是一个多头格局 你说这里卖 其实也不需要 就必须要 那杨明长龙来讲的话 跟各位报告 就是现在来讲 量缩到这样子 你说他要跌 不管配息 因为今年的获利展望 两家公司都开花说了 都跟你讲的不会太差了 就是等买盘什么时候进来而已 什么时候进来而已 那这里你要买 你如果等量要出来 再一根长龙再去追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那如果大盘跌 他还是会再测计 猜测一下 整个半年线的位置 每次他这里 反正就现前最差的时候 大家法人卖的最多的时候 就是相对低点的位置 但是前提你要相信 他今天EPS的预估是ok的 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如果今年他估 66% 而且他明年也不会看得太差 明年也不会看得太差 所以这里来讲 货柜三雄 不要因为现在来讲 好像没什么行情 反正这种个股来讲的话 你就一定要买在现金差的时候 买在现金差的时候 那昨天美光开发说 整体来讲的话 还是讲得相当的不错 记忆体这一块来讲 其实你目前看 就整体来讲的话 是一个整个电子产业来讲 相对还是比较稳的 你看美光在第二季的财报 跟第三季的财测 其实跟市场团的优的 都优于预期 但是昨天开到主题 昨天也跌了3.5%左右 那财测方面 美光预估本季 第三季营收 会到85到89亿 成长QQQ9到14% 优于市场预期的81.3亿左右 这是美金 毛利率是46到48 EBS是2.36到2.59 你看美光来讲的话 它等于说一年度的话 可以赚到快9块美金 股价呢 其实目前看法 只看到100块而已 所以本益比来讲 真的都不会太高 都不会太高 那优于市场预期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目前看的话 美光级全FORCE 胆望缓解了解需求下修率 下半年AMD NVIDIA 跟Intel 伺服器 新平台的推出 会加上 加上晶片的缓解 记忌体为止 忽数的基调 是没什么改变的 当然他们推荐是 南亚科还有群眼 你可以看得出来 南亚科的部分 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说以2408的南亚科 我说南亚科今天赚7块钱 你股价跌到这里 现前是不是很烂 但是每次一样 南亚科你只要说 当然你要确定 这边是一个相对谷底的位置 相对谷底的位置 那这个谷底的位置 你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投信其实都卖在低点 你看他是买在高点 有没有 你看买在高点 卖在低点 这个完全就是 不对的操作 为什么 这种警惕循环股的过程 你不要看到现金好去追 那绝对赚不了钱 这种标准的警惕循环股 你一定要看到现金很差 但是你也想说 老师那这里是不是低点 对不对 这里是不是低点 所以这里是不是低点 我也不敢跟你讲 如果说你在这边买 很简单 你在这边买 你假设你今天买69.2 这波的低点是67.5 你如果说真的67.5 你给他破67块的话 你就两块钱给他 是不是很好操作 你不要买在这里 买在这里就不对了 买在这里 你看跌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买在这里 你也知道说 人家现在基本面来讲的话 就看第二季来讲的话 整个机体会开始往上走 所以这里来讲 是不是你一个很好的一个操作点 是不是很好操作点 所以这里呢 你不要去追高那种 涨得非常多的个股 你去追那种涨得非常多的个股 你要赚钱的几率一定不会太高了 所以你要去找那些相对在低档的个股 那最近来讲的话呢 其实金融股不用看了 我不想讲金融股 你看今天来讲的话呢 其实这台湾的整个2050年的净零路 的规划 就是净排碳的规划 好久的事情 30年以后的事情 我们不要看那么久了 但是一个趋势来讲的话 电动车这个族群来讲的话 绝对是你要可以留意的 电动车这个族群 那以电动车族群来讲的话 你去看相对位阶比较低的 你看今天3675 3675得位 这种个股 你看今天去追你就完蛋了 为什么 你看他去年才赚多少钱 7块钱 今年最多赚10块 我说本益比30倍的 就不要去碰他 有没有 你说这种股票强是强 你买的这就不对了 就不对了 你如果说 以电动车概念股来讲的话 其实还几只可以买的 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以这一张 这一张来讲的话 比如说三无俄的同志 你看他才从底部开始起账而已 对今天来讲他至少还是红K 有没有 跌了这么多 那第二天 昨天才报大量 今天就量说 有没有一半有没有破 没有吗 去年赚5块多 今年大概可以赚到10块钱 100年的预估 那本益比电动车概念股来讲 以他来讲的话 是不会太贵 是不会太贵 所以这种个股来讲 你就可以至少他在低档 他在低档 电动车是接下来来讲 你说2481的强茂 二极体的部分 你说他还是相对低档 他就是相对低档 他算是整理的 所以你要看一些位阶的部分 你看最近来讲 6279的狐连 狐连他算电动车概念股 你看 你如果这几天去追 你就越完蛋了 他的股性就相对比较差 他一定要低接 你只要一追高的话 你就往往会被套牢 你要这一边 近年赚9块钱 其他的位阶不会很高 但是拉回再买 拉回再买 这种个股来讲 还是可以留意 还是可以留意 所以说在这一波来讲的话 以目前就整个电子的景气来讲的话 其实真的疑虑真的蛮多的 所以为什么电子股很多的股价来讲 本益比很低 涨不上去原因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那外资在今年卖了4000多亿来讲 你也没有看他说很大力的在马上的回补 所以这里在这边的操作来讲 就已经非常难了 就非常难了 所以在这里的操作来讲的话 你在买的过程当中 尽量不要用追高的方式 你另外去低接 然后去找你今年个股你看好的 有基本面的 有基本面的 因为有基本面的 其实到最后来讲 还是会反应 还是反应 只是什么时候反应而已 然后你持股比例来讲 你就是降到差不多7成 那这里来讲 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个 今天的一个比较新的 维新 这是最新的报告 今年我说之前来讲 维新今年17块 这人家正式估出来的 17块 但是重点在哪边 考虑显示卡的溢价空间很大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目前显示卡 虽然比如说官方挂100块美金在卖 但是实际上买者就是买方跟卖方的整个溢价的空间还是很大 就代表说现在显示卡的价格还是在往下跌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维新它今年还能是估到17块钱 那以17块钱来讲 它其实已经来到的它本益比历史区间的下缘的部分 所以如果维新到什么时候 你真的 你真的买的话是很好的买点 你67块乘以6 我看一下 105到110 如果跌到这里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所以这里来讲变成说它是一个相对合理价而已 它跌了这么多 从173跌到130 就反而立场来讲的话 它跌到这里来讲刚好合理而已 但是你合理来讲的话 你在这里买它 你短线上赚不到它的钱 但是如果这里它如果超跌 比如说跌到100亿以下 比如大盘跌个500点 它一定会往下挫的 如果跌到100亿以下的话 那就是你就赶快要去找买点的时候 找买点的时候 因为就买在它的整个本益比的下缘的部分 像这种基本面有余虑的 你只能买超跌赚它的钱 买超跌赚它的钱 你说成长性没有了 也不用去想太多 就成长的角度来讲的话 已经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所以这一块来讲的话 投资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 特别留意一下 好 那我看一下 还有什么跟各位报告的 所以说在目前的台面上 就是整体来讲的话 电子产业其实真的 你就看一些大型全职股 你看年华科 今天有点要破900块了 今天破了低点的位置900块了 那广而你看2317的红海 稳稳的 红海虽然没有涨 但是这里你看 在这一波上来的过程当中 它是稳稳的 那外资是一买一卖一买一卖 它就看着外资 能不能像这两天这样冲上去 冲上去 所以这里来讲 红海电动车 如果说电动车是对的话 红海下半年10月18号 它的Model C就要开始预定了 那后年就要开始交了 明年就要开始交货了 那巴士也要在大后年 2023年 它整个电动车的整个事业族群 事业群的话 营收就会开始贡献了 就会抵抬它现在来讲 以前只靠苹果跟事物器的一个订单的维持 那整个本一笔 会不会有效的提升 所以说这里的红海来讲的话 当然就短线上来讲 你没有量 这种1300多亿的公司 你没有量还是涨不上去的 但是后续来讲 如果说以电动车这个题材来讲的话 2317的红海是值得你接下来可以留意的 可以留意的 好 那股市龙专 欢迎投资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影片上传就会做提醒通知 另外如果说你有任何持股问题 我想加入会员 欢迎任意点选标题处 会看到我们新视窗 第一个网址按进去 会到我们股市龙专入会及持股的见诊申请表 满把姓名电话号码 还有持股明细写清楚 另外如果说你要参加会员也非常欢迎 填完的三个方案让你选择 填完资料按提交 我们的服务人员马上会跟您做联络 另外你可以用我们的影片 右下方这个QR Code 用扫描进去进入LINE的族群 做互动也是一个方式 那也欢迎各位投资朋友订阅股市龙专这个节目单元 我们要盘前焦点盘后解析 一天两个节目对台北股市做专业分析 那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 祝各位投资朋友操作顺利赚大钱 谢谢各位 学码 大家看看 by bwd6